可以發現侯友宇用了10天的時間 證明他真的很不想道歉 為什麼 因為第一次的道歉是在什麼時候 是在7月1號禮拜六 他跟韓國瑜同台的時候 你知道在當天呢 林菁姐其實就告訴我一件事情 說他們會想辦法安排一個場合 可以讓這個侯友宇對韓國瑜 正式一對一的道歉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今天這個道歉呢 你看在7月1號到7月10號的時候 整個過程連昨天在內已經第三次了 在過程裡面我們反而看到一件事情 哪兩件事情呢 第一個是這個叫做順便道歉 這不叫真的道歉 第二這叫保姆式的道歉 這不叫真的道歉 為什麼這樣講 來你看第一個 這個剛剛我們從前面所講的 你看侯友宇在這裡 林菁姐在這邊 蔣跟黃在這裡 他們三個人在現場的時候 講話的全文 他們怎麼講 他說我當時對林菁姐幫助的不夠 包括這個拼總統的韓國瑜 意思也是幫助的不夠 對他們兩人不好意思 那仲將我請問你 對他們兩人不好意思 你不就是把林菁姐跟韓國瑜算在裡面嗎 所以請問一下 他是先跟林菁姐拍謝 後面再跟韓國瑜拍謝 所以韓國瑜難道不算是被順便拍謝嗎 對 他是一個被順便拍謝的概念 來第二個 我們再來看他們兩人 當天講的原文的部分 你知道當天是什麼狀況 當天的狀況 為什麼我說這叫保姆式的道歉 仲將道歉就道歉 有這種狀況是需要別人先示範給你看的嗎 什麼意思呢 當天不是侯友宜先跟林菁姐拍謝 是林菁姐先跟韓國瑜拍謝 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一開始的狀況 這是林菁姐的原文 他說菁姐作為一個國民黨的提名人 努力不夠 讓韓國瑜在土城輸了三萬兩千票 我深深的一鞠躬 向韓國瑜至上最崇高的歉意 仲將你知道講這件事情 坦白說對林菁姐來說有沒有委屈 這個對他講我覺得是有點委屈的 因為林菁姐在上一次敗選的關鍵 給侯友宜看 你看可不誇張 對林菁姐那個才真的是正式的道歉 對 深深的一鞠躬喔 然後向韓國瑜至上歉意喔 所以如果侯友宜是像林菁姐這樣子 向韓國瑜深深的一鞠躬 至上最深的歉意 今天沒有人會在這邊做他的文章啦 所以今天為什麼講說 連道歉都需要保姆 這讓大家覺得很尷尬 可是仲將來第三個尷尬點來了 你去看看侯友宜講話內容是有玄機的喔 侯友宜的道歉內容是有玄機的喔 我們觀眾朋友聽一聽你就聽得出來 他講說我侯友宜跟林菁姐的 然後呢 我跟他倒三天不夠 就是我幫忙他不夠 然後呢 接著包括在拼總統的 我們的韓國瑜在拼總統 我們也跟他倒三天不夠 你看 前面這邊對林菁姐的 對林菁姐的這個幫忙不夠 是用我跟他倒三天不夠 但是到了韓國瑜這一段呢 是我們也跟他倒三天不夠 前面那個叫做我 後面那個叫做我們 我請問你 你有沒有發現侯友宜的小心機 在這裡面都可以看得出來 他稀釋掉自己最主要的責任 是 他的意思是幫侯友宜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嘛 可是他對林菁姐呢 是兄弟的相挺 所以是兄弟對不起你 這兩者之間 我請問觀眾朋友 這個挖跟這個爛 難道大家聽不出來差別嗎 所以你看 在這個地方還講到說 他們兩個都不好意思落選 然後害他深深的檢討自己 然後所以注意喔 關鍵來了喔 所以我們這次絕對不能讓林菁姐落選 你這個不是要跟韓國瑜道歉嗎 然後結果你這個前面講完之後 兩個不好意思之後呢 結果只有主要是希望林菁姐不要落選 然後後面東西跟韓國瑜就無關了 最後又繞回了林菁姐 最後又繞回了林菁姐 然後跟韓國瑜就沒有關係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請問你這樣的道歉 韓粉會認為這個是誠實的道歉嗎 所以你看喔 連續十天之內道歉三次 都讓韓粉我很難接受 你看 這個是第一次 大家有印象嗎 第一次的道歉 偷拉椅子 你侯友宜要跟人家道歉 應該是你椅子挪到人家那邊去 結果變成是你拉椅子 然後第二次的道歉 趙少康幫你做了三次的球 這三次的球 趙少康三次喔 第一次 趙少康問侯友宜宜說 你這樣講算不算道歉 然後結果侯友宜說 我們大家一起面對 多多批評 多多指教 趙少康再問他 多多原諒 都是我要深切檢討接受的 趙少康再問他 多多原諒 多多誠心接受大家的批評 那請問哪一句話是道歉 沒有一句話是道歉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到今天呢 你看韓國瑜的態度是什麼 韓粉的態度 韓國瑜的態度 他沒有講出任何一句說 唯一支持侯友宜 他連支持侯友宜 挺侯友宜都沒有講 不但沒有講 來 觀眾朋友 下面這一篇新聞呢 記者訪問了所謂的親韓人士 在這個標題之下 韓國瑜除了講愛與包容之愛 親韓人士怎麼說的 親韓人士說 侯友宜被徵召之前 或許不便拜訪韓國瑜啊 但被徵召之後 居然等了一個多月 才在公開場所跟韓國瑜見面 兩人根本沒有談過的默契 而且他講的一個關鍵重點喔 也許韓國瑜可以不計較 但不代表韓粉或韓的支持者 可以接受這種廉價的拍謝 有沒有聽到 親韓人士認為 侯友宜這句拍謝叫做廉價的拍謝 好 我問你 親韓人士如果認為 這個叫廉價的拍謝 請問韓粉吞得進去嗎 所以你看 同樣是今天的新聞 侯友宜說跟韓國瑜約了三次想見面 可是你會發現見不到面嘛 所以表示韓國瑜主動不想跟侯友宜見面 侯友宜是說啦 這個至少約三次 然後都是韓國瑜有事 對 推給了韓國瑜 他推給了韓國瑜 但是很明顯的 對於韓國瑜來講 他的表達態度就是這樣 然後你再去看韓粉 來 最後我們補充一下 韓粉的狀況是什麼 你看 這個我們講之前挺韓最利的 媒體人這個陳輝文 他的今天的直播呢 下面怎麼下標題的 他對侯友宜的拍謝 下的標題叫做 心不甘情不怨 侯友宜順便向韓國瑜道歉 陳輝文在上面辦了投票 侯友宜幫立委候選人站台的時候 順便向韓國瑜隔空說拍謝 在你看來侯友宜的表現 是誠意滿滿呢 是勉強及格呢 還是不夠誠懇呢 來 中將你看 結論出來了 74%陳輝文頻道的觀眾都認為說 這個侯友宜的這個拍謝 是叫不夠誠懇的情況 在這個情況之下 下面的許多你看到的 韓國瑜的支持者留言呢 當然都是認為侯友宜這一場呢 當然沒有辦法達到他的效果 所以他們講法叫做你看 心不甘情不怨哪裡有道歉 或者像這樣子的 真的這個道歉是順便的 到底是金小刀生鏽 還是侯朽木不可雕呢 從這樣的用詞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在頻道下面的這些網友的留言 他們可能是支持韓國瑜 但是他們顯然對侯友宜的道歉 他們是不滿意的